市面上的排毒疗法那么多,你知道哪一个适合你吗? 嗨,大家好,我是Alive的营养顾问惠宇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有不同的饮食疗法 比如水断法、素果断法、脖子断法和幻食疗法 那这些饮食疗法都是当作身体排毒 可是不代表适合每个人的体质 比如身体比较虚的真的不建议做那种水断法 因为每个人都很难忍饿对不对 当饥饿太久的时候 反而当你在复食过后 你的细胞的吸收会更快 那失败力会更高 为什么呢? 因为反弹会更快 所以很多人做了水断法 他一复食疗过后 身材很快地打回原型 至于水果跟素果断法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都流行了很久 只是很多人对于喝蔬菜 还有果汁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因为都以为喝它就是很健康 其实是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水果跟蔬菜 其实它有分属性的 寒性、热性跟中性的 那如果在食疗期间 大量的喝到寒凉的蔬菜水果 反而会导致身体越来越寒 当身体越来越寒的时候 其实会伤我们的元气 比如说女生就会伤到子宫 造成子宫寒 而男人就会胜虚 寒跟胜虚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 那其实水果正确的吃法 是直接咀嚼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咀嚼水果的时候 我们的就会产生口水分泌 那这个口水分泌 就会跟那个水果里面的 enzyme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消化酶 就是这个消化酶 帮助我们肠胃消化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呢 喝果汁比直接吃水果的糖分来得更高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水果打成果汁后 水果的纤维会被破坏 那纤维里面的糖分呢 就会直接释放出来 所以导致我们的身体更快吸收这个糖分 导致我们的血糖会飙升 然后长期下来呢 我们的胰岛素它一直被刺激 所以它就会过劳损坏 会导致我们更高的风险 中糖尿病 还有就是我们身体也会容易感到体累 所以还是直接吃水果更好哦 是不是有听过患食或者是壁骨法呢? 那这个疗法呢 主要呢 就是避免或者是减少吃骨类和精致化的糖分 那这个疗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只是它缺的是全面性的调离 其实呢 大家在做任何的疗法之前呢 首先是必须要了解自己的体质 而且需要专业的人士指导 才可以安全的做这个饮食疗法 你知道吗 Alive 其实也是有饮食疗法的 我们的是轻调补饮食疗法 是由我们的创办人郑老师 拥有20年的自然疗法的经验而研发的 那目前呢 已经有高达5000的人 做过我们的饮食疗法 那我们的轻调补饮食疗法 有什么特别呢? 那就是老师会看到你的能量和体质 来设计你专属的menu 来告诉你 OK 你在饮食里面 你需要拿你需要调整的 比如说身体比较虚的 那在这个我们的饮食疗法里面呢 老师就会加一些汤包类给他 然后帮助他补气补血的 那他做完这个饮食疗法过后 他反而的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可以被提升 我们的疗法呢 基本上需要7到10天 那为什么是7到10天呢? 因为至少需要7天 书边才可以排出来 当然这个是必须要看个人的体质 和生活饮食习惯 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比较喜欢吃肉啊 或者是有酒夜的习惯啊 熬夜啊 压力大 那他身体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来排骨 把素片排出去的 所以老师他会看了你的体质 告诉你 你要做几天的食疗 更为恰当 更有效果的排出来 我们下期待的地方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 你们下期待会订阅 那个人给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